昨天比赛超位的EZ直接搬掉了 超位的EZ那个补刀太离谱了 18分钟220刀 而且他那个大招就是吸铁石样 专门吸到这边辛德拉的身上 辛德拉有点吸 下这边杰斯EZ搬掉 格利芬这边反手潘森加上天使 这也是红色方比较常规的一个班人 对 格利芬自己可能要搬辛德拉了 因为他们其实这两天都在蓝色方 直接把这个音程搬掉的 从昨天的比赛来看 我没有搬放了 从昨天比赛来看 其实格利芬这边整体的状态 是有所回暖的 那这种状态在面对C9 尤其是临阵换降的C9的情况下 到底能够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而C9这边 博拉伯 还要拿蜘蛛吗 没问题 蜘蛛这个版本的预先其实确实很高 所以那这边也很有远见的 提前把这个鳄鱼搬掉 那猫咪完了 C9这边又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又要FN啊 选FN啊 是啊 但是他们这边可以换 就是你拿了维恩我就不拿盖伦了对吧 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现在猫咪削弱那么多的情况下 如果你不拿盖伦选猫咪的话 他也不强 对 对 而且Sneaky最近在RUNK里面 他没有练维恩 不知道如果真的要拿出来的话 手感会不会在 我琴女宝石吗 都要获起来了吗 琴女加塔姆 琴女塔姆 我还真没见过 我从就见过 两边都玩起来了 从没有见过这种对决 因为塔姆和琴女 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感觉 对 尤其塔姆现在削了很多的一个回复 而且塔姆琴女那段空白期 是盖伦猫咪填上去的 对 你知道如果对面是一个 那个鸡兔的话 我觉得他不拿盖伦直接拿派克砍起来了 就派克加猫咪也是之前见过一个下路组合嘛 我觉得本身可能咱们在赛前认为 会比较分奴的一场比赛 现在充满了欢乐的气息 我们也看了一下第二轮的班人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两边的中上他还没有选 对 我感觉就是什么 格里芬这边可能要限制下小炮了 就他这边可能就AD的持续输出 会是他们的一个首选 包括飞机吧 但是呢 就但是C9这个阵容 他前三手是有思路 不过这个盖伦发育起来之后 处理不了 C9是需要想这个点 就C9一定要想到盖伦怎么处理它 所以说一旦选那种 上下非常高的那种中上 还是搬了一个小炮 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个点 就是威恩其实也可以 打中 对 单人线的一个威恩 其实也挺猛的 我觉得没问题 特定的英雄 然后我刚才反思了一下 飞机不能选 飞机选出来的话C9全一屁 对 打不动 现在C9是需要一个中上 AD持续输出非常高的一个选择 才行 是的 这边搬掉了一手凯南 第二手也是搬掉阿卡利 看一下葛瑞芬这边 要怎么选择 包括刚才童夕说到了 可以留一手纹 去打上路或者打中路 这布隆应该不太会吧 这个感觉就亮一下 专业机 好 转向下来 剑姬确实不错 剑姬确实 他是有真实伤害的 对 而且剑姬这个英雄 其实也能够配合着 《奇女嘉塔姆》 这个半保护下路吧 打出一个比较不错的效果 《奇女嘉塔姆》 最喜欢配的就是 AD型的英雄嘛 就要找腿啊 对吧 《奇女嘉塔姆》就腿毛嘛 剑姬确实锁了下来 看一下最后一手的一个 应该是中单位的选择吧 侠纳还在外面 这一场 看一下 《奇女嘉塔姆》 要怎么选择 左一 左一吗 左一感觉不是一个 很好的选择 不好 因为打 左一打要机的话 本身没优势啊 对 左一打要机 是一个被追求的 然后太偏AP了 《奇女嘉塔姆》这个阵容 有点过于花了 他感觉就中路就想操作了嘛 所以一跟妖姬也是有说法的 而且剑姬这个英雄 其实他在对线 就算是对线55开的情况下 他也是需要一个发育的过程的 这边 船长 船长在线上打剑姬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对 但9.19版本嘛 剑姬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加强 一旦说来到团战 或者说中后期的单代 其实船长这个点 并没有特别舒服 在线上对着妖姬的情况下 对 但是就看阵容的整体来说 格里芬这边 他们就保一个中野前中期的强势 然后上下两路一直在发育 然后C9这边 他虽然中野也可以对拼的 但他中野双AP 只要你对面稍微顶顶神鞋 其实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对 C9这盘的话 这个剑姬的发育非常重要 这个剑姬的话 而且之前的话 剑姬也加强过拆塔嘛 对吧 而且我是觉得整体来说 就上半区的一个作战能力方面 格里芬这边还是要强一些的 那C9这个阵容 感觉有点外强中竿 就前期实在是有点太虚弱了 就看一下怎么打吧 因为其实他这个阵容就是 下半区并不是特别重要 就发育的话 他们只要打一个上半区 但是从昨天的比赛来看的话 他们的上野两个人 是全程在线的 好的 跟随着我们的梅赛德斯奔驰 A级车系列 也是进入本场比赛 蓝色方C9 红色方 DRIVON 门下中路这边 Misuke是选择带了一手净化 表面的其实符文 都是比较常规的带法 这手净化过于保守吧 有一点 也是因为中野的强度 可能就Nisuke这边 自己感觉有点虚对面 就确实感觉腰肌带是可以说的 因为腰肌一旦练到左翼的话 左翼这边E基本上避重了就 对 所以说那这边Nisuke还是比较稳健 他可能也是担心对面 大家一直针对他 本场比赛感觉Griffon的下路组合 发育的会很舒服 但同样C9的下路组合其实 就两边都一样 对 发育也挺爽的 这这把感觉是视野战 对 反正我感觉这个盖伦发育起来后期无敌 是的 我也没说别的 我就认准这个盖伦后期是个爸爸 就没人打得动他 对 因为左边这边 本身我以为他们中路会选一个AD 对 然后他又选了个AP 那盖伦这边出的魔抗中期谁打的呢 剑姬又是一个分代营典 对 剑姬这个点它在团战的作用 可能本身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以这个基础理论来说的话 C9一定要在对线期打出优势来才好打 如果打不出来就很难打 是的 但C9这个阵容其实在前期 尤其是在对线期的情况下 其实确实有点难拿优势 就看他们能不能打出来 毕竟他的塔姆和琴女是提前预判到 你选优米和盖伦吧 他应该也有所准备 应该是有信心压制住这个盖伦的 就看能不能打出来了 中路这边换血换得是非常非常凶啊 而且中路这边的选择也是 其实就看阵容也讲 就怎么说都好 其他那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但这边选了一个左翼 可能也是手比较热 所以说看一下他这把 能不能靠自己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阵级状态 打出一点优势来 不管怎么说 C9这边的双人组和中路 都是候选的嘛 你候选都是有信心打出优势来的 是的 分析了这么多本场比赛 其实我还是比较期待 这两边上单的对决的 因为Likris这边 在昨天比赛中 咱们也可以看到 这名选手 其实他近期的一个状态 是比较不错的 对 而他面对上 SOR的这边的一个船长 其实是挺令人期待的一个对决 就发空间还不小 对吧 这边 这边打野也是帮助了自己队伍 可能比较稳定的一个大哥 来到上路 但是王僧也在 是的 双方打野同时在上半区 蜘蛛先进草丛 但 直接开了 直接开了 已经被看到了 他在这边 看一下 限期第一时间 是已经支援到了不拉宝旁边 我想强行 强行来抢 抢到了 他在这边也是吃了一个闷亏 确实 蜘蛛有斩杀的话 拼承接也不合算 就直接溜了 而且船长这边 刚才也是被推线嘛 嗯 哎 隧道了 但是现在没有飞行 一秒钟的cd 这边换血换的还是比较平凡的 不拉外这边 马上赶场来到中路 所以这边往回拉 感觉就路过一下 强下路的河系来了 稍微就过来帮忙 嗯 这棋与塔姆前面 还是有所压线的 对 看能不能滚起点小雪球来 而且本场比赛 我是感觉在前中期 可能更多的c9这边 还是要依赖着 蜘蛛这个点的节奏去打 就从昨天c9的比赛中 咱们其实明显可以看到 布拉伯尔这边 跟全队的整个的沟通 或者说他们的配合 并没有说特别流畅 那今天的比赛 至少在前期咱们看起来 c9这边是调整了一些策略的 就是看这种来讲 其实之中没有什么 很好下手的路 对 就所以说线上英雄 跟他脆游的包 不到一起去的时候 他会不会就通过 扩大自己野区的优势 来打一个 就是自己的进攻 是的 因为毕竟他现在 空到这个双核心 其实芒松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是特别好做事情 但是必须要说的是 如果想在野区下手的话 其实就是想在 Griffon身上 啃最硬的那块骨头 对 稳定的大腿 上路这边的剑技 还是有一些小优势的 压了十个刀 而且状态也是领先 领先化比三 好的 这边也是提醒各位观众 OPPO Reno8 超级玩家65瓦 超级产充 充电五分钟 开黑两小时 满血满电 即刻上线 刚才应该是 他在这边回程了 对 前期的话 C9这边的一个 上下路对线还是蛮舒服的 对 下路这边有推线权 上路还压了刀 这里 骚一下 一个迷路的塔姆 后面没有旗女的保护 被赚掉了大概 200区 嗯 Mepro感觉最近这几天 底下有点放飞自我了 上路这边 有点缩的 被炮血耗的有点多 但好在这个血量 就算没有蓝的情况下 其实雷克莱 这边也不太好跃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杀心 我想一下 C9这个阵容中期 有一个强势的点 就在于 炮克吧 就 左翼的炮克 再加上琴女的回血 可能是小优移一点 但是格里峰 也有这方面的东西 来看一下这里 打一下 腰机完全不虚 链子 就是没有练到 拉伯这边走位 也是非常的灵巧 嗯 斯敏凯这边 是被套铁人换了一波血 自己的血量比较低了 主要我也没见过 这个盖伦猫咪和情侣 他们什么情况 就我也不确定中期 C9这个Poke 猫咪和盖伦能不能顶住 我觉得也可以顶得住 其实我觉得是顶得住的 就可能格里峰这边 他就派盖伦猫咪上来吃技能 然后吃完就跑 对 吃了反正也能挥血 对 然后腰机这边 也可以反Poke一下 我觉得看样子盖伦 肯定是要出水银鞋的 感觉这盘很需要细节 真的 就细节一扣得也一定要狠死 哪一方才有优势 各种小技能试探 我觉得这盘会有很多 疯狂试探 猫咪现在下车了 也没什么担心的 对面影响不到他 这盘格里峰的话 中野和盖伦的话 应该都要出水银鞋才可以 我觉得盖伦是必出的 这样其实感觉C9的阵容 对他来说就没有任何的限制了 对 没有啥限制 下路这边限权 还是C9的下路 能够掌握一些 我感觉Blober这边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多尝试一下 控一下小龙的视野周围 直接让小龙 因为这个下路一直在推线 中路是军式的 是的 确实这个时间点 打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因为毕竟蜘蛛一根单刷龙 是很快的 对 相对来说 其实本场比赛 对于C9来说 不太需要破局者上路这边换一波雪 Blober这边细节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相对Griffon这边来说 可能比较吃他在这个点的一个节奏了 他的本场比赛 其实他的发挥空间 还可以吧 就感觉有机会 从塔姆肚子里面再踢出一个人来吗 就一脚踢两个 还说的就很暴力 感觉其实如果盲松操作起来的话 发挥空间还是蛮大的 本场比赛 他是有一定操作空间的 这边看一下下路 直接对平一波定到两个人 但塔姆一口 把斯琳克吞了进去 斯琳克回身 再给一套输出 但盖利文这边开启一个W技能 韧性还是比较高的 他抢了一个秦女没6的时间点 想打一波 相互按摩一下 其实刚才那波 就是我个人感觉 Griffon这个下路 如果想要动C9下路的话 更多的还是要沉默塔姆 然后去动秦女 哎呦 格利文这边反而找到了一个契机 直接RAS这个土龙 而且秦女没有TP回家的话 那只土龙只能放了 对 土龙的时间点 测试良机了呀 本来C9前面下路 暂时就不先进去 这有很多机会可以来杀的 对 测试良机反而格利文这边空到了土龙 这条土龙来说其实对两边都比较关键 因为两边都没有三种射手 所以说弥补推塔和RAS龙的速度还是很急需的 这两边都点不动塔嘛 这个土龙救了大命了 关键是挺关键的 但我觉得一条土龙其实对双方正如来说 该打龙慢还是慢 就这下一条水龙也是很关键的 可能有的时候效果没那么明显 但没有的效果会很明显 对 那下一条这个水龙的话 两边其实都是一个就是无限回复的一个阵容 水龙也很需要 对吧 这个水龙哪边拿就 这把火龙不重要我感觉 对 就是土水 水龙的话两边都有poke回复嘛 起来时间还不到十分钟 C9这边是小有领先的 前十分钟几乎都没有去相互试探一下吧 就两边双双座可能试探了一下 但发现打不动 然后中双野的话没有打起来过 各位这边由于推陷方面的一个劣势 也没有太多可以骚扰到或者配合打野的一个机会 这边上路又是换一波血 所有的这边对线已经有点吃力了 其实9.19版本的剑击啊是真的推荐大家一下 而且我记得9.20好像 9.20也没有削弱剑击这个英雄 没有 这个剑击的话感觉确实管不太了 挺猛的 另一边就隔离分针的正面可能有主动一些 然后C9这边的话就剑击越往后拖 也越不好处理 对 他但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找到什么太多的节奏 经济分布的话都差不多 睡到了 都睡到一个链子扭一下 没有选择打这发飞星 这几百块的经济领先是可能是剑击领先了一些 对 领先了400块 其他的话没有差距太多 感觉这个先锋如果给剑击的话 其实C9这边正面还是挺舒服的 就给剑击这边放到上路这边塔上 这样的话整体来说其实前期的节奏 还是C9这边掌握得更好一些 他那边也没有在前期更多的在野区主动找一些什么事情 感觉就两边一个又空了一条土龙又空了一个先锋 就差不多 打到平手了 看在中路 两边同时被溢到了 但这个飞星由于自己被练在原地 所以说没有拉到这边 要打起来了 逼了两个闪现 很赚 但是塔姆被控在了原地 盖伦这边直接开始转了 盖伦这边盖伦从后面过来 盖伦这边沉默是 沉默是已经消失了 对没有Q中 不好意思 这杀害太好笑了 我感觉 就把杀害全打出来之后 就打了半血多一点 主要感觉这些虾子如果Q中的话 踢回来大宝箭直接批了 对 但这一波的话 打了两个闪 下一波猫咪大招再好 再配合船长大招的时候有机会杀 得优着掉了 而且这两个闪现可能会影响很多 就比如下招水龙的话 这两个闪现都没好的情况下 可能下半是非常对的 所以现在两边的工资桩都同时的已经叠好了 就现在开始就视野战了吧 然后就摸工资也很重要 是的 所有的这边的上路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呀 嗯 现在剑机处理 这里想打 后面这个团 好痛啊 然后后期妖精赶过来之后 飞天 他们赶过来必须撤 这里C9 没有留住人的话也是比较难受的 逼了塔战一个闪现 放在这边被打残之后 交出闪现的 这样的话应该说在一段时间之内 Griffin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节奏 那中路这边的话 突然的一个小抱团 哎 这个下午先锋竟然是放在中路 嗯 对 先锋又挺有机会的 因为妖精没有出现能力 盖伦也提过来了呀 必须来手 是的 强行送一下 带着猫过来手一下 由于盖伦自身比较肉 所以说C9这边 其实对他也没有什么太多胃口 嗯 吃了两层皮 还能再吃一层吗 这边还在摸草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点不动呀 点太动 上路这边直接挂大招 一个被动 两个被动 给到减速看一下 第三个被动 被所有的闪现躲掉 但Blober 同时已经绕到屁股后面 Blober这边是有闪现的 要找这拨机会吧 闪现节俭没有命中 但后续再拉天掉下来 想要硬换 能换掉吧 一发平衡出来 换掉了 但第一滴血是被Tazan拿到 这一波他再来得很及时啊 如果没来的话 感觉船长这一波挺亏的 而且船长这边的话 走位确实挺灵活的 一个贴脸衣都没有衣到 没有想到 而且他刚刚身上 可能是有橘子的 橘子第一时间 应该是已经吃过了 吃过了嘛 对 下路这边 也是Tazan把兵线 给到这边Niske的压力 中路快乐四人组 要去这个位置侧面想偷伤害 W上来一套 亦没有亦中 但电刑还打出来了 而且左翼交了一个简的点燃 换了一下雪 水龙马上要刷新了 看一下上部直播的一个对拼 这个时候吃掉了 对 马边这边过来 这个闪现翼没有命中 对 所以这个走位还是很精髓的 如果没有躲掉的话 可能第一线就被秒了 是的 后续这个笑天感觉 拉得有点太急了 闪现了角度 这个强行想杀 我感觉闪现了角度不太好 闪现角度如果再往墙那边靠一下的话 横向放1感觉很难躲 是的 稍微有点着急了一点点 可惜了 如果处理好一点感觉可以杀了溜掉 这边在上路的压制力仍然是存在的 下路这边一个残碎的腰肌 又过来 节奏很快 车位这边很危险 落下来一口咬到 但没有咬死 练在原地一发挺A 那这样 双方又是交换了一颗人头 都很秀 是的 这一波超越的操作 差点拉满 就刚才练住之后 如果没死就非常完美了 对 但是布拉宝这边的话也完全不慌 也没有办法 就直接点你 对 水龙在的情况下 泰山这边选择是帮船长缓解一下压力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机会 主要是猪在下路这波阵亡了 不然这个土龙C9是可以收下来的 左翼剩一个人打龙是不太现实的 对 这个水龙很重要 这水龙我觉得格里芬如果控到的话 局面就很舒服 船长这边的话也可以回复 然后正面也不是很怕左翼的一个Poke 来看一下这一波的两边的操作 第一时间W上前 后面这个应该是R复制 对的让往前拉一下 之后掉起来不想扛塔 然后回来的时候落到身上一个Q 但是伤害不够 后面给了 还是烫死了 从这边给到一个简单的救赎 配合着飞星清一下中路的兵线 C9也知道这个水龙的重要性 他们也很想拿的 看一下这里谁动作快 C9这边先把下半区的一个视野控好了 而且Beper这边没有想 我想象中他那么着急出水龙鞋 可能钻石感觉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但水龙鞋很重要 任性不光是魔抗 但任性也很重要 开启一个W技能 挡了一下蜘蛛的节俭 他天赋应该是点了一个任性的 然后再出个水龙鞋 就空不到他了 双方的一个发育性 这场比赛了 汉子这个出装感觉跟常规咱们见到的 盖伦加优秘不太一样 对 因为他这把知道回复的重要性 看一下这里 又是双足在对拼 伤害都不是很够 然后正面超越正面的话 也被打到半血 然后Beper这边的一个苗表 被逼了出来 这条水龙 谁都不想让 对 妖姬状态不是很好 感觉C9还是在主动全的 看一下格里芬这边不想放 不想放呀 是 上路 雷克莱斯这边是给到了上单 所有的这边压力的这个水龙 最终还是给C9稳稳拿了下来 站到这边一脚踹起三个人 还好没有被碎倒 不然的话感觉这边不是很好走 是的 后续QG能在挂上 但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想要上的想法了 剑机这边已经在断线了 雷克莱斯 那这个中一塔的话 感觉不好防守了呀 猫妮在哪儿 看上这边落大招下去 帮助队友轻一下线 外牌这边 以及血量还可以 一个大招斩下来 并没有击杀掉 对 这个盾及时开出来了 团长这边是选择保一塔 然后放上塔 对的 中塔虽然靠大招保住 但上塔 雷克莱斯这边拆的速度 还是非常非常快的 对 这波角色还挺重要 因为毕竟上路的一塔 没有中路一塔重要 这场比赛感觉 C9还真的是打出了点名堂 其实主要就是本场比赛 Gryphon这边中野 或者说最灵活 也最有进攻性的两个点位 并没有拿到什么太好的 发育以及节奏 像这种节奏 一旦被C9脱下来的话 那就是给到了 雷克莱斯这个剑击 更多发挥的空间 对 雷克莱斯这边的话 这个发育也非常好 先出了贪欲之后 这个船长拿它 没有任何办法 是的 现在船长应该说 在单带位置上 就已经陷入了极度的劣势 上波打下来之后 感觉这个琴女左翼的双Poke 还是比较容速率比较高吧 这边是由OPO给到的一个本场的OP选手 本下是给到了C9的Blobber Blobber这盘的一个动作还是蛮多的 是的 抓上抓下 又控先锋 然后这个水龙的话 也是因为他们主动控制这个视野拿到 这个水龙其实蛮重要的 所以现在C9这边的一个单带 格里分歧有点难以处理 船长这边他只能一个塔下吃兵 所以这个闲点塔战 看看能不能在上路找过机会 抓一下这个箭机 其实我觉得对于格里分来说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有点困难 对 抓这个箭机我感觉要送过 要被反杀后人 其实我觉得要找机会 不然的话这样下去 感觉C9这边正面迎面很大 找机会可能更多的 还是要找正面的机会 这个箭机是摸不得碰不得的 就除非说我感觉三个人 可能能勉强抓一下这个箭机 这已经太肥了现在 对 其实我感觉 船长装备也不是特别的差 还可以 其实跟对面是不能比的 9.19这个版本的箭机 我知道了 他的QE都可以拆塔 就推起来太猛了 看下这边两边中单遭遇了 一个意境没有一到 想开 现在这边有一点危险 开Liquarice这边 而且逼出Liquarice的闪现 找了一个很灵动的角度 想溜 但蜘蛛这边想 第二天差一点点 可惜 嗯 超过这个角度 让箭机断一下推塔的节奏 然后船长这边反过来 推掉上路的一塔 还是不错的 这一波戈利分打回来一点 能够稍微补一下装备吧 看一下回家装备 能补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这边左耳的这个装备 出的有点意思 嗯 指引宣告是必须的 要不后面真的打不了 对我是觉得他回家 会不会直接摸一下血 什么我刚才想的是 嗯 所以我出了个大剑 对 不能怂 现在越怂越打不动箭机 对现在就要硬顶了 对硬顶 硬顶是最好的办法 就刚 指引宣告 其实这个出的还是很灵性的 因为其实两边都是回复量很多 感觉两边的话都很需要这种 一个使用宣告 一个是鬼输两边装备 嗯 但出这个使用宣告 其实在面对箭机的情况下 如果说箭机打一波 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 但如果箭机一波一波消耗的 跟船长打的话 这波情女的强势期 不要吃过了 我们想吃 看一下weifer这边 一马当先冲在前面 这个优秘的大招定到三个人 你给这边 取量不是特别好 见机套上大招 想要杀车尾 车尾这边 被一口男奶了回来 同时情女大招 也大到三个人 双方一波神仙打架 凌半凌两边突出一个能拉扯 突出一个没伤害 这些是没伤害 两边看的都很好了 情女打三个 然后优秘打三个 哎呦 这里一个 一发炮 那这中一塔的话 可能守不了了 是的 这边船长一个桶子 还被点到 weifer在这前面硬进 稍微有点点危险 但后续亮提批了 这一波weifer 看下船长大招落下来 想要留人 他的一脚就只想踢两个 但没有成功贼到这边 开启一个秒表 想顶一下船 但第一时间还是没有顶住 同时后续超位被睡到 但好在有weifer 上来好兄弟把你挡一下技能 这细节的配合 但这波打完好像终于塔 也没那么好守 都很残了 还是要掉 还是要掉 并且下路二塔好像要掉了 是的 剑机是持续在下路 进行一波推进 这个剑机真的顶不住了 现在Griffon感觉 这里看一下 差一点点 Griffon现在感觉 已经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但C9这个盛容有点油盐不尽的感觉 确实 对 而且刚刚就想到 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点 就是船长大招是一个魔法伤害 他触发不了的东西 是这个死刑宣告 因为死刑宣告 是只能触发物理伤害的 对的 对的 所以说他这一波要 真的想打出来的话 他其实还是比较 吃他小技能一个衔接的 所以说要继续补一个鬼叔 这一盘的剪治疗都很重要 两边都有了土龙 加强了推进的能力 下一条仍然是一条土龙 嗯 上一波打完 格里峰给我们展现出了 非常细腻的一个团队配合 他也没啥用 但是确实没 就杀了一个塔姆吧 对 该丢的这些限注还是要丢 这第一波的一个对拼 两边拉折都很极限 然后琴女这边的一个大招 大的是好 但是确实没啥伤害 感觉很喜感啊 这盘 两边打的都很细腻 但就是没啥伤害 就确实其实这个 我觉得 那个盖伦跟猫咪 其实就是最近翻版的 琴女加宝石这一种体系的嘛 对 突出一个能拉扯打不死 续航能力强 对 这克莱斯这边发育是越来越好 现在两件套已经摸在手里 这边多少的是准备直接摸无尽吗 这两边互相赚钱呢在 这四个人快了起来 这边抓了一个妖姬 这边打到了 这边W走 这边掉天 二本W拉开了 猫咪救生一下 往后拉扯 对面来讲的话 哥里芬真的是有点被动了 主要消耗也消耗不过 打也秒不掉人 很难秒掉人 就现在C9这个阵容 就感觉像是什么 像是一个大熊孩子 对吧 打也没用说也不听 就在你前面挑选 你也不好管理 你还管不住他 老板这边也过来 看一下大风区的视野 直接到目前为止 一个阻伤害 两边的一个核心 一边骑女一边猫咪打最高上海 那这边龙开始RAS了 这个龙想要偷 隔里边没有视野 看一下意识到了 应该半血了吧 举着剑过来 看一下这龙的血量 还有7000多 这边就是在牵扯 给剑姬的分带啊 是的 也是仗着自己这个阵容的 回复能力比较强嘛 剑姬现在已经带到 可以摸一下了 可以摸一下 而且有机会拆掉 这感觉已经拆掉了呀 真的要拆掉了 这团长自己的位置 可能要被杀 那些后面有个瞎子 大招直接落下来 想要留吗 但两个人感觉是不太够的 大龙不要了 那正在大龙怎么办啊 全赶过来的话 吃了吃了呀 哇 这边还能跑吗 躲一下猫咪的大招 但是最后一段没有躲掉 四个人强行杀掉了这边 雷克莱斯 大龙血量很低 最后 后面想要抢 但没有成功 C9这个拉扯真的太完美了 这感觉这边剑姬在操作一下 躲掉猫咪第三下那个控制的话 感觉还可以操作一段时间 这拨这个拳赚到了 下面高度塔加一个大龙 而且关键是剑姬这几拨 其实就算被Gryphon这边抓到 也没有影响任何实质上的 单带路上的一个胜数 刚刚几拨剑姬人头 还是给到了盲僧身上 对盲僧一直很肥的话 收益也不大 对 其实我觉得他们这种 需要人头的是这个船长 还有盖伦 这盘 Sneak这个发育也很好 对 情侣这边也三剑半 这场比赛感觉 Gryphon确实有点被 玩昏头了 有点晕了 对 变成第一次来世界赛吧 我觉得这种经验 确实还是少了点 确实C9这盘 没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情侣塔姆的话 有感觉有两三个月没有见到了 然后这盘 选说来应对盖伦猫咪的一个效果 真的很好 对 又是睡到了盖伦 给上一泡 所有的帮忙挡一下 他低血量已经很残 好在优秘 附身是给他奶了一口 看一下正面 直接开端轻距 这边状态不是特别好 盖伦一口分进去回身 再交出闪现 大招虽然说空掉 但雷克莱斯出入对方阵型之中 自己的位置有点危险 这波换掉了盲僧 但后最后正面打团 之锐很危险走不掉 第一期间 打出了一个一换三 还想追 你这边闪现没有好 交一个进化拉开距离 这一波Vapor 还想往前顶一顶看一下 这波感觉 剑基进场的时候 跟队伍脱节 直接被秒掉了 剑基没必要的 对 我觉得倒不是说 进场的位置 就剑基现在这个时候 是可以不用打团的 对 他是团队的一个合心 他在这个位置被秒了 他们团战就没有伤害了 对不起 他踢下来的时候 我记得他是往前冲的吧 就C9这边都在back的时候 他 对 这边也是隔离分 抓到一波很好的机会 击撒到对面三个人 看下中路的二台 也可以盛失的倒地的 这边床床直接给上大招 想要杀这边的左翼 将来打团队这边 这两个闪现 同时这个高地塔 算了 是的 土龙马尔就要刷新 大龙buff 经济是-1500 这个就感觉双方这场比赛 确实打得都挺有意思的 周翼尔这个机会找的也很好 这波格里芬的双战组开得很棒 是的 而且这波我觉得 林凯这边自己的站位 是有点不太小心的 对 而且这里这个剑基第一时间的话 就回去打破下去了 就回去打了 他没必要 你看还往前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他往回拉一下 其实配合着自己的 夏二川组的保护来打 会更好一点 但是他刚才选择拼一下 也没什么 没啥问题想换 没啥问题吧 就他如果能换到那个芒森的话 我觉得也不为过 但是他没换到 然后正面没他的话就不行 换掉了 换掉了 最后换掉了 但那个阵型就炸了 是的 对 而且他们正面就没伤害了 我觉得刚才一个是决策方面的失误吧 再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 Sneaky这个点 可以说这届世界赛 C9里面发挥最稳定的点 就是Sneaky这个点了 每场比赛感觉都 对吧 要拉一波 你咋就开始了 Sneaky确实刚才给了点机会 这个机会给的 其实有点 有点大 但确实他这个阵体系来讲 容错率是很高的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弥补了 刚刚那一波的一个失误 但主要就是后续的一个团战指挥上 出点问题 重新整理一下思绪 那C9这边上波打完之后 双C加斧都没闪的情况下 这几分钟都很被动了 就上波打完之后 发现C9正面很需要闪现的拉扯 那他们没闪的时候 就是格里芬进攻的时候 那这个团战只能放掉 踩上去 踩上来看到Blover Blover那边一个调天 想躲一下上海 但调的时间有点长 好在优秘的手机倒 没有给到 这个闪现 只能说心态有点问题了 对 刚才可以不叫闪 但心态有点问题了 有点慌了 有点求稳 毕竟侧面连点视野都没有 他万一那个妖姬 从哪个角度冲出来 他也不知道 而且现在对于C9来说 最致命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 剑机现在不太敢带出去了 就剑机的位置是持续地 想要在正面 保一下几方队友 对 最主要的还是 视野被压制住了 因为主要C9的视野都插在 对面的上半部分野区 然后底下半区 是没有任何视野 这边要剑机 带太深的话 可能会被抓 对 还有就是刚才 伞爷说到的 C9这个阵容是比较 持闪现的一个阵容 但没有闪现的情况下 正面是不太敢 他给到正面压力 就我们假设一下 就如果想给正面压力 格里芬想开 猫咪开到之后 船长给大招 船长你没有闪现的时候 你很难走出 船长大招的那段后的位置 对 所以说闪现很关键 C9等双C闪现好了之后 可以再整理进攻了 就这种情况下 其实对于剑机来说 他单代的空间 并不大这边 音到超位 打了一套 伤害还可以 一个E技能过来 脸子并不敢触发第二段 雷克斯 现在是这个状态是峡谷 可以说 是不是很危险 布拉伯这边 被谭姆戳了一口 谭姆这边自己被Q到 他闪现过来 想要回悬梯 但布拉伯这边一个金身 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但后续 请举背表 这下子踢了三个 那这边这个阵型溃败了 雷克斯这边一个小Q 但Q还是过了墙 这边要地还要追 收技能E技能练到了 今天简直可能要死 交了一个秒表 看一下这个人头要给谁 盖棱收下来 塔姆一个 卡车 他走了 下条大龙 大龙也没了呀 C9还是没有等住啊 他们等他们闪现好了之后 再重新整理思绪进攻才好 格里芬这几波团战的 我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个细节 做得非常极致了 对 这一波确实奇女也是 跟他没啥关系吧 对 这个蜘蛛的位置有点太靠前了 然后逼了塔姆的一个吃 是 就格里芬知道蜘蛛没闪嘛 他们减速到蜘蛛之后就知道 这是个开团的情况 对了 然后喜女这边是为了保护蜘蛛 放了一个大招三指大老一个人 但是后续别人的目标就开始击火 他第一箭直接被秒了 这波打完之后 C9有点难受了 这波打完之后 格里芬可以扩大优势 并且这个船长没扩大压力了 对 而且这边舰机也带不起来了 正面 而且C9没有轻线的 这边舰机在对方有大龙Buff的情况下 带线的压力会 格里芬这边小很多 而且泰山这一盘的表现 让我想到了昨天一小时 再看一下这波 一波上去配合着超位 直接秒到了四星点 一波披荡球下来就是直接没了 对 虽然说Liquorice这边 还奋力想要去carry队伍 但在团战中这个阵容选出来 之后咱们就说到了 在团战中很难打这边反手一个W 挡到了猫咪的大招 不跑走啊 最后还是被定到了 对 这谁顶得住呀 那感觉格里芬有机会 利用这条大龙结束比赛的 是的 标记别人上来消耗 就说一撕卷 这个就超位失误了呀 不来吧 这边的反应也特别快 那这样的话可以推下夏二塔吧 高地就别想得上了 嗯 跟追着吃还想吃一个盖轮 那盖轮那边跑得很快啊 嗯 这盘Blober确实 他一直在河边走 而且他几波确实也是 找到机会了 我感觉没有这个蜘蛛的话 C9不会走到现在的 对 对 塑尔的这边 感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终于轮到我三代了 仗着有Diger buff的时候 戴一下 天机还没活吗 这个桶子伤害也好高啊 这个桶子出发暴击 是轰掉了大概1000血左右的伤害 对 而且还有一点啊 C9这边正面是没有任何减治疗的 这猫咪盖轮两个人在团战里 拉扯能力太强了 是的 而且VIPER这盘出装的话 没我想象中他 就是他应该出很多魔抗的 我感觉上 对 他没有出水尼鞋 感觉不需要了 我这把就三肃鞋抛起来了 他也不出啥魔抗了 他也不出啥魔抗了 跑快快就完事了 他觉得够了你知道吗 他觉得就对方全身一批 出了十一期头盔 可能就真的很够了 但我觉得他如果出了正份的话 他真的是死不了 对 我觉得绿打不错 但他这边还是想针对一下 对面出了个死刑宣告 就因为他觉得剑姬这个点来 参团可能给到 他的威胁并没有在 但那路那么大 都在踢 都在踢 怎么说 能不能打断 这边闪现怪给了个沉默 大宝剑姬劈了下来 太难受了 这个剑姬前面是大宝 反应挺快的了他 没有 他看到对面亮TP的时候 他想TP跑 对 这个反应同步嘛 前面剑姬发育那么好 真的像爸爸了 但后面的话 就是中期有一波他TP过去 那波团打完之后 他就没节奏了 真的 剑姬这个英雄 其实在正面团战 和单带路上的表现 还是差的真的挺多的 这个倒不是说操作上的差距 更多的是英雄属性上的差距 还有一个指挥吧 对 我觉得细节吧 就可能决策这边 是格里芬那边做的更好一点 这盘确实非常抠细节 但是C9的细节 这盘真的是 没多少吧 我觉得前中期是OK的 但一旦来到中期 就中期拉扯的时候 对 就像我们前面 在尝试分析的时候 就在说嘛 就中期很依赖 双方的中期细节 是的 这边中路没有人手 传统已经上高了 大刀直接落起来 这边瞄准是一个塔 我传统拉开了 蜘蛛掉起来 但没有一个落点 怎么办 再被吃掉 那这样格里芬也赚到了 中下齐推之后应该要溜了 这条大龙Buff 是最终获得了大概 三千不到三千五百块的一个收益 本场比赛感觉 C9有点痛失好局的意思 嗯 就中期那一波 确实细节没拼过吧 讲道理 格里芬细节太多了 团战每个点的发挥 都比C9好一点 然后每一个点好一点点之后 就形成了盛数 这条龙也是空下来了 下面一条就是远古龙 还有两分钟之后的一个大龙 VIPO这个出装 我回头要去研究一下 出个凡性提醒 真的太骚了吧 针对出装吗 对 而且在正面 确实压力是很小的 但我个人感觉 这个凡性提醒的收益 对于盖伦来讲不高 就没有率打高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坐骑 然后格里芬这边 中辅上都有三个减治疗 这边睡到了塔子 但NixK这边 并不敢去拉飞行打输出 这种局面 对于C9来说实在是有点太难 难受了 中下两路的高地 还在源源不断的受到兵线压力 现在格里芬要做的就是正面 没必要急了 就等这个下路兵线 然后上路分推 那C9这边忙起来了 准备直接推过来 中二还有没有机会 感觉可以推掉 这边想上高地 正面只有一个盖伦跟猫咪 船长这边往过去偷家了吗 主要是上不了高地 如果想上高地 船长会碰大招 这边练一下 Poke一下 就让C9这边不能第一时间回家 是的 他应该也不会上的 就等船长这边推躺 对 山水轮流转 这边开始带的是这个船长了 是啊 急急忙忙 想要回到几方高地内 再清一下这个超级兵的兵线 但C9这边的话 他们都在这边 哎 船长直接落大招了 看一下大招伤害非常非常高 同时不拉板已经被时间秒掉了 他的又上来一脚 但C9这边应该是用水银解掉 这个田田感觉吓死我了 就直接走掉了 那正面的话是没有一个蜘蛛了 三路兵线的一个压力 C9这边怎么顶啊 哪顶了 没有人能轻的动线啊 就算没有一个大龙buff 要这边还在消耗 门牙确实不好摸 但是可以转手打大龙 是的 Licris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呀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Griffon 拿到几方的三路高地 然后扬长而去 这种局面好像Licris 在昨天也经历过一次 就是说这把感觉看样子受了 但是挺惨的前期过的 但你看他现在的一个装备 包括他一个数据 都比对面见机要好 对吧 Licris应该心里想的就是 对吧 算了的 我有你这队友我不赢吧 但他自己确实也没处理得太好 对 他给了几波机会的 对 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 在虎buff也去被抓的那一波 其实那个时候你们两个都觉得 没下机会 可能来两个人抓不死 但那一波确实是 见机器给了机会 让他们抓死了 对 同学提到的话 当时我也想说那个点 就那个点的话 他如果第一时间交闪打 爆炸果实下去 也有机会作用 他是想操作回事 又想省闪又放W 然后又走不到 那个爆炸果实那里 确实给了很多机会 那现在格里芬 看一下能不能 在这个男爵里终结比赛 这其实拿兵线带过来 靠兵线就可以赢了 这个时间点感觉 格里芬已经不需要 靠自己的手去摸这个塔了 优势太大了 对的 而且C9这边清不了线 是的 三路超级兵加上大龙buff 一个加持 C9这边的门牙塔 就感觉就是 就看着就行了 对 无力防守 有眼巴巴的看对面推 对 看着让腰机puck一下 然后就够了 让小兵点塔 来 Wiffer这边调皮点了一下 对 这波想要开 战机一个在往前面 想出来all in了 看一下 船长被秒了 但后续的话 杀害不是很充足 那这剑机的话 被吃回来 有一个服务甲 船长这边又起来了 现在剑机需要回程 补给他状态 中路边兵线来了 这波和你跟三路兵线 没有一起剑机 感觉C9还是可以处理一下的 情绪剑机 没大招的话 那这样真的守不了了 真的守不了了 有点死局的味道 是的 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局面 对C9来说 防守是真的非常困难 妖姬的血量有点残 找一个散线 拉开 正面一个神牙塔 一思绝 Wiffer这边的回复能力是足够的 嗯 妖姬这边还有传送机 回家补给一波 把兵线清得差不多了之后 想出来找一波机会 这边TP 也是妖姬选择传送过来 满状态来到正面 太难了 想要找机会 他没沉默到了 给自己位置有点危险 他那一脚 是将这边塔姆送走 后续剑机上有机会 剑机砍起来了 正面的话 泰山这个位置很危险 想打击地吗 但是 这波C9打赢了 看下猫咪这时候放大招 能打不到任何人了 但雷克莱斯 刚才那波操作 其实瑕疵有点大 雷克莱斯刚才 W技能空 加Q技能空 本来是有机会杀掉这边Wiper的 不过没他也赢不了 是的 确实他这波是进去 有攻有过 他确实这波all in的也是有效果的 这波又回来了 我带带兵线 妖际比较灵活 应该被抓不死 看下C9现在目前 就是能否抽身去打远古龙 如果打不了的话 那 我觉得必须要打的 如果不打的话 感觉这把没什么机会 但盖伦这边有个传送 是啊 这个高地里面全是眼 顾前顾不了后了 对 如果这波全都 但盖伦这时候在下面 而且这边左翼是在防妖际的位置 感觉没有机会偷家 但不好说了 TP回去之后怎么办 现在的话主要是怕被偷家吧 所以说这个盈古龙也无法抽走 出不去 看一下这波 这波雷克莱斯 应该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而且船长有点 扫的这边是有点不太小心的 扫的有点太不小心了 晃来晃去的感觉 就他半血的话去找 打不过的将机 这波万军从中去敌将手机 就这样 感觉还是 对 没有得到任何的支援 在这边想奋奴打法 但是发现队友都溜了 对 没办法 那这样回头 C9把兵线整理完毕之后 也可以来搞一下这个 冤枯龙了 但是没有 门牙塔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安全感 对 是的 这冤枕龙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办法 要溜了吗 不争的话 不争的话 那也很难受啊 一次觉得眼马上就没了 视野是已经全部消失 那这样的话 Gryphon应该说偷家暂时 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Gryphon可能最想打正面了 对 看一下这边剑技的装备 Gryphon就跟装备 已经来到一个六神 这是第二 第一条老龙还是 第一条老龙 这是第一条 这条老龙看一下 能不能破三路个水晶吧 来 现在C9的话 他只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们的装备 没有落后多少 对 而且复活了三路 所以说 冰线压力会小很多 嗯 不过现在防守还是 特别的困难啊 看能不能有奇迹发生吧 那这个时候 更多的还是要看 Likryphon这个点的发挥啊 现在Gryphon太灵活 不太好去处理 是的 妖际也同样 这个时候C9 嗯 如果下波真的要开的话 只有Snake也要开了 嗯 这时候没闪嘛 然后其他人的话 也不太好找机会 而且要开的果断一点 嗯 但是猫咪的Poke很难顶啊 正面 是啊 这个猫咪都出来点人了 你敢信吗 哇 这里真被秒了 这要打出一个突破防线之后 基地很危险了呀 对左一秒的话 感觉C9正面就打不了了 已经没有办法抓机会了 嗯 没办法了 这场上大招直接落下来 配合优秘的Poke 看一下队道这边 想要上前坦一下张海 给到几方队友输出的空间 但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机会 Vicress这边拼死 杀掉了对方的SIR呢 但这个基地已经没有办法保住了 是的 Vicress这边的话还在去做防守 但是自己的血线有点差 超越这边拉开一下距离 后续腰性还优秀了起来 没办法 好来超去是没有任何的机会啊 这场比赛我们还是可以恭喜Grefin 恭喜Grefin 同时C9措施好局吧 他们中期的时候掌握了 非常大的一个主动性 但是由于确实细节差的 还是比较多的 每波团战哥利芬的细节 确实很棒 对 一个是像你刚才说到的 Grefin的细节 就是在团战中的细节 确实处理得很好 再有一个我觉得 就那一波最关键的团 其实还是在那波团战结束之后 咱们总结分析的 就第一点 确实史尼克那个点 那站位有点太偏强了 再有一个就是指挥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指挥方面问题六成 史尼克的问题 可能要占个四成左右 那这场比赛对于C9来说 一开始在前中期节奏的掌握 其实一度已经是把Grefin这边 这哥们感觉表情有点凝重 但我觉得吧 我觉得史尼克也是勇士 他那是哪方面呢 是他开发方面 在几乎我们所知的 包括很多战队所知的 就是没有人想到 用情侣汤姆 这么被削弱多次的组合 来应对这个Grefin的用命 对 但他拿出来 而且效果非常好 是的 就其实第一点感觉 还可能拿个宝石 拿了一个汤姆 其实效果还不错 对 那几波这边猫咪开完之后 吃了就跑了 给我感觉这盘C9 有点像考古成功了 但是 就是 对 就是这个情侣汤姆 本来就是之前 很久很久是强了 对 气质不用的 对吧 先又拿了回来 我很期待后面 还会有这种对局 很有意思的感觉 就是在想 看到这把之后 发现汤姆 其实还是可以上场了以后 什么IC 会不会优先机提上来 因为其实这个版本 IC加上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把格里芬 我觉得他们最塞的那个点 或者说就是在僵持之中 在被动之中 站出来的那个点 应该就太伤了 对 对 就有点真的是和昨天小天那个虾子 有点像同步 就是情景是一样的 在一个高度上 对 在一个高度上 其他点都站不出来的时候 他站出来 而且我觉得 一个是像你刚才说到 他站这个点的操作 包括他在团战中 一些细节的处理 再有一个 让我感觉是可能 Gryphon的这种状态 是在慢慢回暖的 一个显著标志 就是咱们明显可以看到 其实在中期的时候 Gryphon已经感觉有点 无计可施了 但是在这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短时间内可以 就很快速的找到C9这个阵容 到底在什么时间 可以被几方开团 同时成功击溃掉 我觉得这种短时间内的调整能力 也是咱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那个就是 比较强势的Gryphon战队 回归的一个最大的标志 是 而且他们团战之中的话 不光是瞎子 包括VIPER这个盖伦 就每次是他们 Gryphon又一先手 然后泰山断后 然后再加一个传长大招 C9真的是有点迎接不下 就这个盖伦 我们道游司机说都没有死过 是无法处理 确实啊 这个脸真的是这样的 而且就算了 最后好像也没死 没死 而且如果按 就散爷刚才的 对盖伦装备的这个评述的话 我感觉他出的装备 还稍微有点膨胀 我是以学习态度的 你是以学习的态度 对 所以如果我能采访VIPER的话 我会请教一下他 你知道吗 就到底为什么要去那个穿假公司 就是我会问他 如果出振分会不会好一点 然后我回头 我会自己也会去试一下 就出振分会恶心一点 但是出振分会也是恶心一点 我会说话的 不是 一种就是我自己 然后你们杀不死 就回血贼猛 一种就是你们回血回不起来 我欺负你们 那可能是出一个死云宣告 就是这个反省提醒 可能是更想让欺负一下对面 就这样 更想斩杀一下对面 对 因为他好几次 每一波的话 都是大招的一个实际用的都还不错 但总是差伤害 对 是的 那我们看到这是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数据情况 本场比赛也是持续了43分钟 东西这边本来 小猫咪又开锐了 对 本来说这场比赛会很快 快收了神通吧 这场比赛确实我们看到 跟你说我下一场比赛必拉个一小时 好 这边数据方面 其实在经济曲线方面明显可以看出来 这场比赛是一个典型的翻盘局 嗯 Grefin这边确实翻盘翻的也很利落 在兑现期的时候 Liquest的一个兑现情况 其实压制的很不错 对 但是中期的时候有点思路 没有把分带灌缺掉去 哎 有点断档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跟正面的一个指挥 是有一定关系的 嗯 但其实 这里戴的时候 戴完之后又拿个大拢就感觉 对我觉得 C9 C9 这盘真的要成了吗 对 就感觉游戏差不多也就到上了 对 对 但没想到Grefin确实这个蜜天操作太多了 是的 这一波四个人强行去抓 Liquest这边是 激励拖时间 闪现一个是拖时间嘛 再一个我觉得 其实看到这个闪现回声去拼一下 也是有机会的 嗯 我想太多了 这么拿下大龙之后 就这一波转折点 嗯 所以我觉得接着到这个时候的一个失误 都是可以弥补的 嗯 那后续剑机PP下来一次的操作感觉是 就有点 怎么说呢 正面就没办法挽救我了吧 这本来兄弟们都走了 然后发现后面又下来一个 他想去杀这个盲僧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点队友跟不上 对他都已经下来了 其实当时他那个位置下来之后 就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想走就走不掉了 确实沟通出现了非常大的失误 对 然后这里的话就有点 没有缓过神了 还 然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个 呃闪现的重要性 是的 自己没有闪现情况下主动去 就正面刚一刚被找到结局 然后这里这波瞎子接到三个 后续就已经很难接了 那一波团战在结束之后 后续在正面C9这边 呃 是没有什么太多接藏的资本的 是的 就这个时候感觉明显有操作极了 就闪现都撞墙了嘛 后来Q过来又跑不掉了 就下路那一波 这一波好像是 倒数第二波 对 对Liquorice那波想要单击救主的操作 过人秀 是不是 应该是 是的 这边是 找了机会直接切掉了才是 对 造了感觉这边 是吧有点走神 有点没想到 你压力这么大还敢 你敢冲上来 对 他就没想到我在四个队友的包围中 你竟然敢一个人进来 那后续这边其实是有点相应的 如果说这一波W技能指导的话 我感觉Viper应该是也跟着走了 后续这也就是最后一波 在左翼这边被秒掉的情况下 正面战场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多的 还手之力了 确实没办法了呀 这里的话剑机进场 打字的效果也不错 但没办法改变不了局面 这个英雄在正面战场 他的一个上限还是有点太低了 而且面对对面这种阵容 他其实操作不太起来 有心杀体无力回天 确实阵容方面 就单说阵容方面来讲的话 确实到了大货期 C9正面阵容是劣述的 对 因为他们全VP 然后没有太好的持续输出 是的 这边也是给到的一个 选手人气势力榜的情况 看到 这边Liquorice 确实在昨天的表现 包括今天的表现 在综合完之后 其实受到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 是比较多的 而其他位置 大部分都是Griffin 这边有一些领先 Griffin这盘的一个野斧 确实很棒 其实正好今天 趁着散烟在这儿吧 就散烟你之前打职业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那波TP 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 先看先看这个 对 第一名是Liquorice 全场出的最高的优秘 对 第二名是他的 第三名是Viper 就这种TP 来到正面支援的情况 到底更多的是正面选手指挥的 还是说一旦说来到编路TP的那个时间点的话 那局势是要靠上单选手自己判断的 我的经验也是比较片面的 就我打的时候 都是你只会 不 我是打团之中就进退会指挥一下 但是打起来之前 如果Going想分担 因为我队友当时Going Going想分担的话 他会指挥 就说你们正面别打 对 然后我这波我能分担 你们正面退下 就如果上单思路更清晰的话 正面的人更好配合 对 这个其实就之前我跟其他的 不管是选手 还是比如说在交流的时候 我听到也具体就是这样的 我们先看一下吧 本场比赛的一个MVP 是给到了Gryphon的辅助选手 从没阵亡过的优秘 是的 伤害转换率260 也就是这样的猫咪才能打出这种感觉了 参战率84% 反正同期老师看到这个优秘拿到MVP以后很开心 我不喜欢这个英雄的 你别看我 我都是你跟我开黑你别玩优秘对吧 因为我在第一次刚出的时候 当时我打ADC 然后被下路的一个挂箭 打得我这个头皮发麻 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了 那咱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去聊 那我们现在也是接到现场工作人员的消息 不知道咱们聊了 现场采访好像已经准备就绪了 那我们也是把镜头交给现场 欢迎来到最后采访 让我们恭喜格里芬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也请到打野拳手塔尔森 让他先向大家打声招呼吧 你好 首先要邀请打声 你好 你好 GRIFFIN的JUNGLE 塔尔森 欢迎塔尔森 其实刚才的比赛 还是比较艰难而获胜的情况 问一下他勝利感想怎么样 这一席比赛比赛她很难观众 请你忙提醒您 确实点艺调师 其实我们的确是突然秘诶 不忽略地一些 这次又开始冲点 结果如果是阻断的 伺候是很难观众 所以我再次贪穷 那其实我们的确是一些 可能需要大切的局面 性美肺也很心疼 但不论如何 在赫比赛的勝利还是挺喜KI的 那么接下来 其实对面在比赛选择上 是选出了琴女和塔姆的这样一个下路组合 或许隔离分的队员们有没有预想到呢 那其实像C9这支队伍 他们也是比较擅长拿出这种黑科技的一样的阵容 所以说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有想到的 那么接下来其实他们在中期 其实是陷入了一个比较不利的局面 或许他们是怎么样去逆转的一个局势呢 中班人们都不利的情况인데 어떻게 역전을 하셨나요 초반에 좀 많이 힘들었었는데 이제 좀 어찌어찌하다 보니까 역전을 하게 된 것 같아요 那其实我们的确好像在前中期 有一些比较不利的一些局面比较难打 但是我们还是就好好地去稳定地去发挥 就一点一点就赢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其实对于C9的选手 他们都是一些好像世界大会上经验比较多 就连世界赛也是属于老场客了 那么作为这支新生队面对他们 那么会不会有一些紧张感呢 C9的选手呢 国内的选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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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三代的时候 有点紧张感到一些事情 就是说吧 那么也是让我们再次的恭喜格里芬 获得比赛的胜利 也感谢我们的他的选手来到赛后采访 好的 我们现在也是看到了他们选手的采访 我觉得他们选手 看得出来本场比赛 在赢上来之后 也没有说特别的开心 因为整个队伍好像 都是那种 宠辱协望的感觉 对 因为他们肯定给自己的目标 定得非常高 但是现在他们目前这个状态 确实没有太多的统治力 是的 本场比赛在结束之后 大家也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期待一下 今天的第六场比赛 第六场比赛